2013年6月,日本东京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 警方在一名独居老人的公寓内发现了一具陌生的女尸 据周边司灵介绍,独居老人名叫老月,已经失踪20多天 而老月家中的女尸呈现高度腐烂,死亡时间大约也是20多天前 尸体身上的身份证件显示,死者名叫鸭谷,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女性 死因是遭人勒弊 很显然,失踪的老月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老月为何要在自己家里杀人,杀完人后又将尸体扔在家中不管了呢 警方随后对老月的身世和人际关系进行了摸查 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个老月好像非常神秘 住在这座公寓9年,却从未与邻里深交 这里的人都不知道她的个人情况,此前也没有人见过死者鸭谷女士 周边邻居能够提供的唯一线索,就是配合警方画出老月的模拟画像 而老月的家中也是简单至极,没有任何生活气息 这个人活得就像是一个无牵无怪的流浪汉 说到流浪汉,负责办理此案的松警官响起了另一起案件 几天前,警方在距离老月公寓不远处的河边 发现了一具烧焦的男尸 受害人是在被人掐死之后,又被一把火烧成了焦炭 死亡时间大约也在20多天前 由于尸体面部损毁严重 警方当时初步认定死者是一名流浪汉 在勘察老月的住处后,松警官突发奇想 河边发现的焦尸,会不会就是老月呢? 基于这个猜测,警方对焦尸的DNA 和老月屋内提取的DNA进行了比对 结果发现,河边的死者果然就是失踪的老月 如果是老月杀死了鸭谷,那么又是谁杀死了老月? 而老月和鸭谷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由于从老月身上找不到任何线索 松警官决定先从鸭谷身上查起 鸭谷并不是东京本地人,而是从偏远县城远道而来 松警官特意去了一趟鸭谷的家乡 并从鸭谷的亲友口中得到了两条重要信息 第一,鸭谷似乎不认识老月 第二,鸭谷到东京的目的是拜访初中同学博美 博美是东京小有名气的舞台剧编导兼演员 鸭谷则是个舞台剧迷 不久前,鸭谷在一家养老院里 无意中见到了博美失踪多年的母亲 博美母亲身边无亲无故,看上去非常可怜 所以鸭谷专程前往东京,将此消息告诉博美 由此看来,鸭谷在生前应该见过博美 松警官立即找到博美求证情况 博美承认,鸭谷确实找过自己 并劝说自己将母亲从养老院接出来 但遭到了博美的断然拒绝 原来,在博美14岁的时候 她的妈妈就为了一个男人抛肤弃女离家出走 临走前,博妈不仅拿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还偷走了博美爸爸的私人印章 不久,博妈又利用这枚印章 以博爸的名义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从此以后,高利贷主就不断逼迫博爸还钱 动辄就对博爸拳打脚踢 博爸不堪一次次受辱 最后跳牙自杀,摔成一滩血肉 死状极惨 无依无靠的博美只能在福利院长大 博美永远也无法原谅母亲当年的抛家弃女 所以,博妈哪怕现在过得再惨 她也绝不会施以援手 鸭谷女士当时在得知博美的这段隐情后 也就时去地告辞离开 自此以后,博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同学 鸭谷遇害当天 刚好是博美编导的首部舞台剧公演的日子 博美一整天都待在剧院里 从没有离开过 几乎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可以为其作证 也就是说,博美有着完美的不再成证明 此外,她也不认识另一名死者老月 案件调查到这里,算是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除了博美之外 鸭谷在东京根本不认识其他人 那么她为何死在一个陌生老人的家中呢? 毫无头绪的松警官决定再去勘察一遍 鸭谷遇害的现场 也就是老月的公寓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这一次的勘察中 松警官注意到老月家的墙上挂着一本日历 这本来是一本普通的日历 但奇怪的是 日历上的每个月份都标注着一座东京大桥的名字 日历中的12月份 刚好对应着东京市内的12座大桥 由于实在找不到线索 松警官决定再到这12座桥的附近转转 巧合的是 她在其中的一座桥下 偶遇了自己的表哥 嘉赫公一郎 嘉赫也是一名警察 因屡破其案 素有神探的美誉 所以松警官就将鸭谷和老月遇害案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对方 嘉赫听完案情陈述之后 表现得很激动 原来 她的手里也有一本标有大桥名字的日历 两本日历上标注的大桥名字 居然完全一致 更加离奇的是 嘉赫手中的日历 是其母亲留下的遗物 这件事说来话长 还要从20多年前谈起 当年 嘉赫还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 有一天 她的母亲突然离家出走 从此杳无音讯 直到16年前的一天 也就是嘉赫20多岁时 一位名叫康阿姨的中年女人 写信联系了她 康阿姨自称是嘉赫母亲的好友 她给嘉赫带来了赫母病逝的消息 嘉赫正是在收拾母亲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这本标有大桥名字的日历 日历上的字迹明显不属于赫母 据康阿姨介绍 赫母离家的这些年里 一直跟一位名叫棉布的男人在一起 日历上的字迹 应该是这个棉布所留 康阿姨之所以能联系上嘉赫 也是棉布提供的地址 但在赫母病逝之后 棉布也突然人间蒸发 这16年来 嘉赫只要有空 就会在日历标注的12座大桥附近溜达 期望能找到棉布 康阿姨虽然是赫母的好友 但她对赫母的过去一无所知 所以 嘉赫才想着找到棉布 她要询问对方 母亲当年为何抛下自己 以及离家这些年来 母亲到底过得好不好 临终时 有没有挂念过自己 由于亚古和老月的死亡案件 跟赫母的过去 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 嘉赫主动加入到案件的调查中来 她和宗警官随后对两本日历上的笔记 做了鉴定 确认上面的自己 都是处于一人之手 也就是说 遭人掐死后焚尸的老月 很可能就是16年前 突然失踪的棉布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 嘉赫和松警官带着老月的模拟画像 找到赫母的好友 康阿姨确认 康阿姨一眼就认出 画像中的人就是棉布 但她对棉布的身世 也是一无所知 只听说 对方好像是一名核电厂工人 嘉赫这时突然想起 母亲的遗物中 有一张列车时刻表 其中有一个站点被重点标注出来 而这个站点附近 刚好有一家核电站 凭借着这条线索 嘉赫很快找到了棉布以前的工作单位 但却没有太多的收获 因为棉布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孤家寡人 与其相熟的工友们 也都不知道他的社会关系 忙活半天 案件再次回到了原点 嘉赫和松警官经过商量之后 决定还是从日历上标注的大桥查起 两人雇了一个船夫 乘船探寻了每一座桥梁 可惜仍然一无所获 就在两名警官准备无光而返的时候 船夫无意中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东京的很多大桥 每一年都会举行起桥活动 届时会有几千人聚集在桥上清洗桥面 说着船夫还向嘉赫和松警官 展示了去年自己和家人参加洗桥活动的照片 松警官在照片中发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很多人都在打电话 原来每次洗桥现场因为人数太多 参加活动的家人和同伴经常走散 所以很多时候互相之间需要电话联系 嘉赫和松警官赶忙一一比对了日历上的标注 发现每个月份标注的大桥的洗桥日 刚好就在这个月份 嘉赫随机有了一个猜想 棉布会不会犯下过重罪 因为担心身份暴露 所以才从不与人深交 对方在日历上标注的这些大桥 很可能是与某个重要人物的约会地点 因为洗桥现场人数众多 棉布藏身于人群之中 反而不易被人察觉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每次洗桥活动的照片中 就有可能拍下棉布及其约会的人 基于这个猜想 嘉赫通过各方努力 收集到了几千张近年的洗桥照片 在仔细查看了这些照片后 嘉赫并没有从中找到棉布 倒是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人就是死者鸭骨的初中同学 舞台剧编导兼演员博美 说起来 嘉赫也认识这个博美 16年前 嘉赫获得了全国建树冠军 接受过一家杂志社专访 并给杂志社记者留下了自己的住址 这也是嘉赫唯一一次 向媒体记者透露自己的住址 而在5年前 博美带着一群小演员 慕名找到嘉赫 想让嘉赫对小演员们进行建树指导 据说博美就是通过杂志社的记者 问到了嘉赫的地址 嘉赫当时觉得很奇怪 自己只是一个十多年前的建树冠军 而并非专业的建树教练 跟博美更是素媚平生 博美为何非要找自己来训练小演员呢 更奇怪的是 虽然是初次相逢 博美对嘉赫几乎无话不谈 像是将嘉赫当成多年未见的亲友 或许是往事造成的心理暗示 嘉赫直觉认为 这个博美很可能就是破解 压骨和老月之死的关键人物 他随后来到博美的家乡 从博美初中同学口中 打听到了一些博美的过往经历 据说25、6年前 也就是博美读初中时 班主任苗老师对其特别照顾 这位苗老师在15年前离起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苗老师的妻子认为 丈夫是跟其他女人私奔了 因为苗老师在失踪前 就在跟妻子闹离婚 期间还买了一条 昂贵的十字形红宝石项链 显然是送给情人的礼物 嘉赫记得非常清楚 博美平时就戴着一条类似的项链 由此看来 苗老师的情人 就是长大成人后的博美 嘉赫据此有了一个推理 鸭骨来东京拜访博美时 意外撞破了博美和苗老师的关系 苗老师担心 失声恋情曝光 给自己惹来麻烦 这才杀死鸭骨灭口 但问题是 如果苗老师是杀死鸭骨的凶手 那么棉布又是被谁所杀 而苗老师又为何在杀完人后 将尸体扔在棉布的住处呢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案情 嘉赫将所有与案件相关的人物 包括他本人在内 全部列在一块黑板上 看着黑板上的这些人名 嘉赫猛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跟这起案子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6年前 康阿姨给嘉赫写信 告诉赫母的死讯时 明确表示 嘉赫的住址是由棉布提供 可母亲离家出走后 嘉赫就换了新住址 换句话说 赫母死前 根本不知道儿子住在哪里 既然如此 棉布又是如何获得 嘉赫的住址呢 唯一的解释 就是棉布和博美一样 像杂志社的记者 打听到了嘉赫的住址 想到这里 嘉赫立即找到 当年采访过 自己的杂志社记者询问情况 没想到 杂志社记者非常肯定地表示 这些年 像其所要嘉赫住址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博美 并且博美打听 嘉赫住址的时间 是在16年前 因为记者本人 是一位资深舞台剧迷 所以对此事记得非常清楚 嘉赫顿感疑惑 博美16年前 打听自己的住址 却直到5年前 才登门拜访 有这种可能吗 想到这里 嘉赫陡然有了一个 离奇的猜想 16年前 博美就是在替棉布 寻找嘉赫 这个神秘的棉布 也不是别人 而是博美的父亲 没错 博美的父亲并没有死 对方只是用假死来逃避 高利贷债主 博美曾经说过 她的父亲是跳崖自杀 摔成了一滩血肉 死状极惨 恐怕警方当时根本无法 从棉布识别死者身份 如果这个猜想成立 很多问题就能得到解释 比如棉布 为何活得神神秘秘 从不与他人交往 再比如 博美为何慕名找到嘉赫 理由很简单 因为嘉赫的母亲 与棉布有过一段恋情 如此一来 嘉赫和博美 就成了一对 亦父亦母的兄妹 这个称呼虽然很奇怪 但事实确实如此 嘉赫在得知母亲 有一个叫棉布的恋人后 曾极力想见一见棉布 而博美作为棉布的女儿 肯定也会出于同样的心理 想要见见父亲的恋人赫母 只可惜 赫母在16年前就已经病逝 博美这才转而找到嘉赫 想跟自己亦父亦母的哥哥 一速中长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般推理 嘉赫设计搞到了博美的头发 经过DNA比对 河边发现的那具烧焦的尸体 果然就是博美的父亲 博美父亲的真实姓名 既不叫老月 也不叫棉布 而是叫博叔 老月和棉布 都只是博叔为了掩盖身份 使用的假名 嘉赫带着查到的新证据 立即找到正在观看演出的博美 博美马上就明白了嘉赫的来意 过往的痛苦回忆 顷刻间涌上心头 他也不再隐瞒 而是向嘉赫道出了一切残酷的真相 当年 博美母亲携款个人私奔之后 高利贷主就天天上门纠缠博叔 他们不仅殴打和羞辱博叔 还打算将年仅14岁的博美 抓去抵债 博叔实在没有办法 只得带着女儿逃离了家乡 但身无分文的妇女二人 很快就走投无路 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 绝望之下 博叔想到了自杀 毕竟妻子是以自己的名义 借的高利贷 只要自己一死 至少女儿博美可以结束逃亡 回归安定的生活 为此 博叔还跟博美讨论过 哪种自杀方式最为痛苦 结论是 自焚而死最痛苦 跳崖坠亡则相对简单 在思来想去之后 博叔暗自决定跳崖自杀 但在临死前 他带着博美来到一家餐厅 想让女儿吃顿饱饭 用餐时 一个中年男子主动找妇女二人搭讪 男子名叫棉布 是一名无家无事的电力工人 从外地来附近的核电站打工 棉布看出了博叔妇女的窘境 他趁着博叔前往吧台结账的时机 一脸猥琐地提醒小博美 如果想赚点零花钱 可以瞒着父亲 到餐厅附近的一处停车场找她 离开餐厅后 博叔带着博美住进了一家 舒适干净的酒店 他在临死前 还想让女儿睡个好觉 但博美敏锐地察觉出了 父亲的异常举动 这些日子以来 妇女俩一直在车站的长椅上过夜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住进酒店 博美越想越不对劲 他趁着父亲洗澡的机会 翻看了父亲的钱包 发现里面早就空空如也 为了能赚点钱 帮助父亲摆脱困境 懵懂无知的小博美 来到停车场找到了棉布 棉布见状 急不可耐地将其拉进了 自己的面包车内 等到博叔找到博美时 惊慌失措的博美 已经失手用一根筷子 捅死了欲行不轨的棉布 博叔为了保护女儿 很快想出了一个计划 他先和棉布交换了正件和衣物 又用石头砸烂了对方的面部 以及被筷子捅穿的脖子 接着将尸体扔下悬崖 伪造出坠王的假象 最后 博叔嘱咐博美 等到棉布的尸体被发现后 博美一定要跟警方一口咬定 摔死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这样一来 博叔至少不用自杀 以后可以用棉布的身份继续活着 而尚未成年的博美 也将被送进福利院 渐渐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尽管妇女俩永远不能再相认 但这样的结果 总比两人一起逃亡要强一些 博叔的计划顺利地得以实施 由于博美声称 自己亲眼见到父亲跳压自杀 警方也就没再对尸体进行细致的检查 此后的几年里 博叔只能用假身份和女儿进行书信交流 妇女俩再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一家酒店里 博美此时已经长大成人 当上了一名舞台剧演员 还跟自己以前的初中班主任 苗老师相知相恋 妇女俩在酒店里整整聊了一夜 互助这些年的思念之情 直到博美沉沉睡去 博叔才依依不舍地走出酒店 结果刚好撞见了跟踪至此的苗老师 苗老师原本怀疑博美另结心欢 没想到 对方约见的人 居然是自己假死的父亲 博叔担心 父女俩的秘密被苗老师拆穿 从而毁掉女儿的未来 所以将苗老师骗至自己住处 勒死后抛尸 博叔甚至女儿深爱着苗老师 所以 没敢将此事告诉博美 只是在此之后 她更改了跟女儿见面的方式 那就是 两人每个月前往东京不同的大桥 远远互看对方一眼 彼此装作并不认识的陌生人 就这样 两人平安地度过了十几年 直到不久前的一天 博美编导的第一部舞台剧公演 博叔特意前往剧院 见证女儿的光辉时刻 谁知 当晚遇到一位不足之客 此人就是跑到东京 劝说博美任母的鸭骨 鸭骨是一位资深的舞台剧迷 尽管没能成功劝服博美 但鸭骨还是自掏腰包 前来给博美捧场 结果在观众席上 鸭骨一眼就认出了假死的博叔 博叔为了继续保守秘密 又将鸭骨骗至住所杀害 再次犯下杀人重罪之后 博叔的精神几经崩溃 这些年来 他一直活在杀死苗老师的愧疚中 经常整夜不能入眠 如今手上又添了一条人命 更让博叔的内心备受煎熬 他终于意识到 只要自己还活着 假死的秘密迟早都会被人发现 自己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 将知情人杀害灭口 为了让女儿能够继续安稳地活下去 博叔下定决心 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之前 他最后一次将博美约到桥上 只是这一次 博叔并没有像以前那样 远远地看着女儿 而是主动靠近博美 倾覆着女儿的面庞 等到博叔离开后 博美才发现 父亲给自己留下了两封亲笔信 一封信是留给他本人 另一封信是留给家贺 博美敏锐地察觉到了父亲的异常 慌忙寻着父亲消失的方向追了上去 他从白天找到黑夜 终于在一处河边 发现了准备自焚的博叔 博叔这时正在往自己身上拎着汽油 因为只有自焚而死 才能烧毁一切证据 为了不让警方查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从而保护好博美当下的生活 博叔选择了最痛苦的死亡方式 博美上前想要阻拦父亲 但此时的博叔早已心如死灰 决意赴死 他向女儿坦白了自己 杀害苗老师和压骨的罪行 博美这才知道 父亲为了维护自己 承受了怎样的折磨 为了让父亲少受一点痛苦 博美主动上前 流着眼泪掐死了博叔 然后一把火焚烧了遗体 这就是案件的所有真相 其实这些年来 博美活得也很煎熬 自己失手杀人 致使父亲隐性埋名的愧疚感 总会在某个深夜 袭击着她的神经 令其痛不愈生 现在坦然说出一切 让博美反而有了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一切的罪恶 至此终于落下帷幕 在被警方拘捕之前 博美将父亲写给家赫的信 交给了家赫 信的内容是 家赫母亲离家出走的真相 原来赫母早年当过陪酒女郎 因为这个污点 她在嫁给家赫父亲后 遭到了赫父一家人的 长期排挤和羞辱 赫父本人由于工作原因 常年出差在外 无暇顾及到妻子的处境 赫母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脑子里整日盘旋着自杀的念头 后来有一天晚上 赫母的抑郁症再次发作 等她清醒过来时 猛然发现自己正拿着一把刀 站在小家赫的床边 赫母顿时吓出一声冷汗 她担心再这样下去 自己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杀死自己的儿子 所以才选择离家出走 后来赫母遇上了博叔 两人处于同病相连的原因 走到了一起 在病逝之前 赫母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思念自己的爱子 最终积思成疾 欲语而终 赫母临终之前告诉博叔 死亡对她来说 其实是最好的归宿 只有这样 她才能化身自由的灵魂 永远陪在儿子家赫身边 读完这封信 家赫终于焕然冰逝 明白了母亲当年离家出走的苦衷 16年的漫长寻找 至此也落下帷幕 祈祷落幕时 是日本推理巨匠 东野归吾 最近十年创作的名片 也是其笔下的系列推理小说 《家赫公一郎》的最终章 这个系列总共有十部作品 据说是东野归吾 耗时最长 花费心血最多的巨著 如果小伙伴们 对这个《太安》系列感兴趣 别忘了给我们留言 天成后续还会解说 其中的沉睡的森林 谁杀了他 恶意等著名案件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犯罪了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鼓励